從沒看高鐵開得這麼慢 從隧道口一路慢速行駛 目測時速還不到30公里 因為東線的側邊 就是幾天前滑落的邊坡 可以看到現在在我後方的 就是高鐵苗栗段邊坡滑落的現場 現在是大概正中午的時間 不過現場人員稍坐休息之後 是馬上的來上工了 而且我們現在光是直接肉眼 這樣掃過去來看 現場大型積蓄跟怪獸 超過了6台以上 而他目前在邊坡這邊在做什麼呢 先把多餘的土石清掉之後 就把鋼軌樁分層的打進去 來做固定 從邊坡最上方開始 分層逐步向下打 穩定之後再派機具清理軌道旁的土石 好在目前是出太陽的好天氣 但現場人員透露 幾天下來的大雨 讓土質含有一定的含水量 不能趕要慢慢來 對於這個邊坡的處理 現在必須要分兩個階段來進行 第一個就是臨時性的保護工程 讓他不要來做持續的滑落 然後接著我們再把軌道區域相關的 這些土石做清理 那才能夠恢復所謂的雙向的 這樣的一個通測 在軌道上方 這些鐵網的後方有橫向的這個線路 其實它其中都有感測計 不管你是有人車異物侵入的話 他都會馬上來試鏡 而另外其實我們再往下看 在鐵軌的旁邊 還有一個邊坡的偵測器 也是在這次事件當中 能夠發揮功效的大工程 那這個中間這一塊就是邊坡 這邊到這邊高差大概有16米 那如果這中間的土石有所滑動的話 那它就會打過來 所以是系統自己發出汪名 所以線上那個時候 在這個17公里範圍內的兩部列車 剛剛好兩部列車就被緊急停車了 軌道模範聲高鐵 罕見遭逢事故 雖然第一時間應變得宜 沒有造成傷亡 但面對極端氣候的威脅 大旱完之後又連續的暴雨 土石風險提高 行政院長蘇貞昌視察時也強調 必須沿線做大規模提警 高鐵都已經在它比較 認為比較危險的路段 都已經裝了監測的系統 那這一次的話呢 其實是雨量還沒有到達 他們所設定的標準 但是邊坡就滑動了 所以這個部分也許還有一些 檢討改進的空間 根據高鐵的監理單位 鐵道局的資料 全線邊坡共389處 依照風險分為四級 其中必須加強監測的B級 只有兩處 其餘大多是風險較低的C級與D級 只是這次邊坡滑落的苗栗通宵段 也是屬於風險較低的D級 發生意外確實出乎意料之外 必須要在我們這個臨時工程 處理完之後 委由專業的機構 來做相關原因的這些深入的檢討 我們會要求高鐵公司 一個月內左右 提出總體檢的這樣的一個執行計畫 事故發生之後 尤其是在颱風好雨之後 就算是沒有崩滑的邊坡 也有可能它有一些小小的滑動 就我們不見得目視 那麼簡單就看得出來 所以在這種比較極端的降雨事件之後 再一次去做全面的巡檢 應該是必要的 高鐵歷經14年的營運 當初定下的SOP已經是超前標準 但在氣候變遷底下 天災猝不及防 相關的應變與體檢也必須與時俱進 TVBS新聞重享李鼎麗 苗栗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